大家好,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三,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会员去观看今天的全球股质分析 美国核心CPI连续三个月超预期火爆的通胀或迟至美联储降息 衡量美国基础通胀水平的一项指标连续第三个月高出预期,预示着新一波物价压力可能会导致美联储推迟启动降息 周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三月,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所谓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同比核心通胀上扬3.8%,与前月持平 经济学家认为,该核心指标比总体CPI更能反映基础通胀水平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后者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0.4%及3.5%,在能源价格攀升的推动下较二月份加速 这个是CPI和核心CPI的一个环比同比的情况 那么核心CPI的实际同比是3.8%,预估是3.7% 周三的报告进一步证明,尽管美联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0年高位 但其在抑制通胀上取得的进展可能限于停滞 在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持续为居民需求提供动能的情况下 美联储官员坚称他们希望看到价格压力持续降温的更多证据后 再降低借贷成本 过去三个月,核心CPI折合年率上涨了4.5%,幅度为去年5月以来最大 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汽油和住房在月度涨幅中占到一半以上 当月汽车保险、医疗和服装成本上升,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则下降 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5月1日闭幕前,决策者将再看到一份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报告 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 央行官员们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届时降息的可能性 美联储会议纪要,几乎所有预会者都认为今年降息是合适的 美联储倾向于将月度资产减持规模降低大约一半 美联储倾向于调整国债减持限额,而不是MBS来放慢缩表 预会者指出,通胀放缓的过程仍在沿着普遍预期有些不平坦的道路继续进行 预会者普遍认为,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面临的风险正在趋于更好的平衡 预会者普遍指出,高通胀持续存在不确定性 预会者普遍指出,近期数据并未增强通胀持续降至2%的信心 一些预会者担心金融状况可能不如希望的那么严格 这可能会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 一些预会者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供应瓶颈 美联储会议既要提到,自1月会议以来,美国金融状况温和缓解 股市上涨抵消了利率上升的影响 在两次会议期间,明义国债收益率有所上升 就短期债券而言,大部分增长归因于通胀补偿的增加 原因是有迹象表明,通胀下降的速度比最近几个月市场预期的要慢一些 相比之下,较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利率上升 反映出就业市场数据稳健,经济活动数据强于预期 会议纪要提到,与基准预期相比 投资者似乎大幅下调了更大幅度降息的可能性 在未来几个季度,联邦基金利率的概率分布明显更加集中 这一点很明显 政策利率预期在两次会议期间的变化是在经济数据走强 人们认为反通胀进程可能比之前想象的要慢 以及美联储沟通之后发生的 联邦基金利率的摩泰路径中位数 也略高于公开市场部门的初级交易商调查和市场参与者调查 受访者的回答仍显示 他们对今年可能出现的降息幅度的评估存在巨大差异 在讨论如何调整资产负债表缩减速度时 预会者普遍赞成将每月缩减速度 从最近的总体水平减少大约一半 由于机构债务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赎回 预计将继续远低于目前的月度上限 预会者认为没有必要调整这一上限 这也符合委员会长期主要持有国债的意图 因此预会者普遍倾向于维持机构MBS的现有上限 并调整美国国债的赎回上限 以减缓资产负债表缩减的步伐 会议纪要称 消费者价格通胀继续下降 但近期的进展并不均衡 截至到1月份的12个月里 PCE总体通胀上涨了2.5% 而核心PCE通胀同期上涨了2.9% 这两个指标都继续呈下降趋势 尽管1月份的环比数据有所上升 达拉斯、联储、银行编制的 12个月PCE物价指数 1月修正后的均值为3.2% 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在截至2月份的12个月中 CPI上涨3.2% 核心CPI上涨3.8% 两项指标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尽管最近的月度CPI数据略有回稳 最近对消费者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的调查指标 与疫情之前10年的水平大体一致 劳动力需求和供应似乎继续趋于更好的平衡 尽管最近的指标好坏参半 1月和2月非农就业总人数的月平均增幅高于去年第四季度 相比之下 2月份失业率小幅上升至3.9% 而劳动力参与率和就业人口比基本保持不变 1月份私营部门的职位空缺率和辞职率变化不大 两者都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今年2月 所有员工平均时薪的12个月变化与去年年底基本相同 但仍远低于一年前的水平 亚特兰大联储编制的工资增长追踪模型 在过去两个月的数据低于去年 美联储官员担心通胀进展可能已经停滞 需要更长时间的缩紧货币政策来遏制物价上涨的步伐 在这次会议上 政策制定者保持了2024年三次降息的基本观点 周三公布的CPI数据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进一步削弱了通胀下降的确定性 在CPI数据发布后 投资者将对首次降息时间的压注 从6月推迟到了9月 美联储工作人员为三月份会议准备的经济预测 强于一月份的预测 主要原因是将移民增加所导致的较高的人口预测路径纳入其中 预计2024年总体PCE和核心PCE通胀都将小幅下降 到年底约为2.5% 到2026年总体和核心PCE通胀预计将接近2% 工作人员认为 基线预测的不确定性接近过去20年的平均值 因不确定性在过去一年中已大大减少 围绕通胀预测的风险略微偏向上行 因为供应方面的中断或意外持续的通胀动态可能成为现实 围绕经济活动预测的风险略微偏向下行 因为在降低通胀方面的任何重大挫折都可能导致金融环境收紧 在关于通胀的讨论中 与会者指出 尽管最近两个月的核心通胀和总体通胀数据比预期要坚挺 但在过去一年里 委员会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些与会者指出 近期通胀的上升是相对广泛的 因此不应仅仅视为统计失常 然而一些与会者指出 残留的季节性因素可能影响了今年年初的通胀数据 与会者普遍表示 他们仍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但他们也预计 随着通胀回归目标水平 阅度通胀数据将出现一些不均衡的表现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下跌0.8%左右 今天是阳线吗 不是 今天是阴线 今天的阴线的个头要比前两个交易日要大 对吧 实体部分要大 其实整体都大 影线也比较长 对吧 市场现在还有分歧吗 应该还是有一些 一会我们看个股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些分化的表现 对于纳指来说 现在多头应该进场吗 比如说之前已经卖过一部分仓位了 是应该进场还是应该减仓呢 理论上今天是阴线应该减仓 对吧 那么接下来如果跌破这个横线对应的支撑区 也是前代头肩顶的颈线位置的话 多头应该进一步减仓或者是离场 对吧 而多头什么时候进场呢 那如果接下来交易日呢 能够把这根小的下跌讯上给逆转上去 对吧 在下跌讯上的右侧再去进场 加仓也好 建仓也好 对吧 那么现在呢 现在空头略微强势 对吧 因为多头我们说多头的回归必须得强劲 昨天强劲吗 不强 昨天的收盘价仅比上一个交易日要高一丢丢 所以多头不强 对吧 没有连续的强也 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又被空头打了回来 你说空头还有信心 这个多头有信心还是空头有信心 答案应该是空头略微有信心 因为我们观察可以先要看多头连续的表现 那多头连续性不够 又被空头弄了回来 说空头有信心吗 我只能说今天空头略微有信心 这个位置仍旧是分其位 因为市场的科技龙头们有点分化 有的不愿意深迭 有的已经跌了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我们的观点就在于 他对这根下跌趋势线和这个横向的支撑区测试之后 选择向哪个方向走的问题 对吧 这个逐渐越来越收敛了 那跌破景线的话 就表明新的一波回车要给出 那不跌破景线表明 它是高位横盘洗盘 后期还得做多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它到底是深度洗盘 还是横盘洗盘 那大家各有观点 那么接下来 一到两根黑线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这一个黑线也算是比较强势 但是还没有跌破这个支撑区 我们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多头不是愿意猛烈的回归 即便是横盘震荡 他也不愿意 为什么 因为他处在这边波段的相对高位 从建仓的角度来说偏高 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防下挫的可能性 深度下跌的可能性 对吧 你看现在尾盘收盘之后 这个期货还要在波动 现在已经收跌到1%左右了 空头稍微强势一些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罗素今天下来了 我们说在趋势线附近的时候 不要完全信他怎么样 对吧 你要去感受 咱们要一起去感受市场 到底想干嘛 不想涨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事后调一下 这像是趋势线的死亡之稳 也就是反弹测试 那今天的大阴线确定了下跌的这种倾向 好 那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没什么可说的话 那就画好下跌趋势线就可以了 等待新的一波的止跌的右侧点 没再去做了 对吧 这位置就是破位点 是吧 你看 今天是确认K线 所以 大家要注意小盘古的风险 好 我们把这个支撑区扇一扇 我们就放在最高阻力位吧 这也扇点没用 好 我们应该画好下跌趋势线 是吧 好 这是小盘古比较明确 其实小盘古给人的感觉就是 资金跑了 那么道指呢 明确下错 对吧 那么我觉得科技股呢 微微的支撑一下 估计也得下错 我们看一下标普是不是这样 对 对吧 我们的下跌趋势线有效吧 有效 今天阴线强吧 强 因为标普代表更广泛的市场 所以 受到小盘古和传统古的向下去动 大阴线 而科技股稍微略微有些支撑 但是也估计也不命 那么乐观情况下 科技股就是横盘震荡 悲观的话就是头肩大顶 那么标普很明显 先下错了 对吧 说万一再围上去呢 那我们下跌趋势线干嘛的呢 看他能不能腻上去了 是吧 下跌趋势线的右侧再去建仓了 对吧 现在是卖点 对吧 这是卖点 就是离场位 有人说啊 不要说什么卖 就是卖 能敢卖 也是高手啊 你大部分人不会卖 所以被套嘛 谁不会买呀 但卖 是一件难事啊 你愿不愿意去卖 这个问题要仔细的思考 也就是说你的交易模式是什么 你是波段交易吗 趋势波段交易吗 是的话就应该卖 你是 长线信仰 长持者吗 那就不卖 是吧 信仰长持者 你愿意经受再来一波大熊 是吗 这种深度的 这个问题要问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应该卖 还是不应该卖了 好 这是大盘 好 我们看一些热股吧 今天热股有点分化 我们先看小英 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是 怎么什么情况 怎么收涨2%呢 今天的阳线呢 跳空低开 对吧 随后拉了起来 今天是大阳线吗 不是 注意今天不是大阳线哦 我们是以这个幅度为主的哈 而不是这个视觉 对吧 视觉是一部分 我们还是要看实质 实质就是相对于昨天的收盘价而言 今天是小阳线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反弹呢 哎 这就是科技股要探讨的问题了 他是愿意高位横盘无序震荡的 还是继续深跌一下的 所以下一根K线比较关键 那如果明天英伟达是上去 那纳指有可能是高位横盘啊 那如果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 上去一下啪啪跌下来了 那那纳斯达克那就深跌了 那么英伟达也是深跌 而我们对英伟达的计划是 高位这些位置都应该减仓 大家还记得二次探警这些标题吧 这些位置可以减减仓 我们说横盘震荡也可以减仓 然后画好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等待右侧再去考虑加仓 是吧 因为震荡行情理论上啊 你要是不减仓就浪费时间 这来真去的 那如果遇到深跌的景况 利润又回涂很多 所以遇到洗盘行情是应该减仓的 然后重新评估洗盘的运动形态 他要走若干个交易日 才有一些形态显现 届时呢画好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等待右侧去加仓就可以 有没有可能深跌 我看一下周线的感觉 周线感觉今天周三哈 本周三个交易日 对吧 有点拒绝哈 但不重要哈 日线呢 日线需要看明天 如果明天是大阴线哈 那就深跌 对吧 所以啊 现在纳指的支撑呢 就是几个个别龙头股 在支撑着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这个几个龙头股的一个倾向 哎呀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小阳线 所以啊 你看这个半导体领域 还是有一定的 对大盘的一个支撑的力度哈 现在应该卖吗 理论上我们刚才说了哈 如果市场洗盘的话 可以减仓啊 或者是你画好一个陡峭小趋势线 出现大阴线就减仓 是吧 那今天是小阳线哈 麦他呢 麦他对吧 你看 麦他也有分歧啊 今天人家是阳线啊 手掌一丢丢啊 那么趋势线的话 只要他跌破啊 你就知道 大盘有可能深 或者说进一步洗盘 确实可以减仓 是吧 好 你看麦他还在趋势线上方的哈 看一下另外一个超微 超微电脑肯定没什么意义啊 之前就让减仓 对吧 那么今天是小阳线 手掌0.55% 应该减仓吧 同时画好下跌趋势线 把这个线也删一下 乱 对吧 画好下跌趋势线 等待下跌圈的右侧再去加仓了 对吧 好 其实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应该减 是吧 到这上不去 二次探紧上不去 继续减 后边发现都是银钱卖掉 对吧 卖了之后 再等待新的一波的右侧的止跌点 再去新的一轮了 那如果深跌呢 你就卖对了 是吧 如果震荡行情呢 也不要着急 下跌圈的右侧还有机会啊 建仓还有机会 如果是深跌的话 你就你就哎 还是卖了好 对吧 所以啊 看一下亚马逊 好 亚马逊今天也是一根小阳线 收涨0.11% 那么这样的话 他也处在趋势线附近了啊 那如果明天是阴线啊 那么 对吧 大家都明白啊 他要回撤 他如果还是阳线的 横盘的 那么纳指呢 就有一定的支撑哈 有可能是横盘震荡 看一下谷歌 谷歌今天也是小K线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对吧 好 这是长的 那么跌的呢 微软 微软今天是阴线啊 也在趋势线附近啊 所以这个横盘是一个头肩顶吗 视觉上 我们说不踩顶啊 需要阴线砸破趋势线啊 头肩 左肩 右肩啊 这个横盘运动啊 如果遇到大盘的风险不命啊 都有可能是头肩顶啊 都有可能是顶部 需要再来一根大阴线来确认 如果是大阳线 那么纳指就安全了啊 我们看一下铜 铜今天小低哈 微跌 那么趋势线画好 趋势线有效应该继续做多 是吧 如果它跌破趋势线呢 应该减持或离场 没有跌破趋势线 苹果今天麻烦了啊 创新低了哈 就这波趋势线啊 创新低了 应该离场吧 比如说不想离场 这个105这个低点还没有破呢 也可以再看看啊 再跌的话就就对吧 所以有时候搁在地板上 我们说波段交易最好呢 好 呃 还有一个是谁来着 呃 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又回来了 我们说什么来着呀 我们说了很多哈 但其中一点就是 得头必须得连续的上工 然后回踩指低是吧 那么今天是阴线 又弄弄到趋势线下方了 你说这个妙不妙啊 所以啊 这个市场呢 对吧 得多看几根K线 你才能有一个大概的感觉 只看一根帽间的K线 不行啊 是吧 如果明天带围上线 那还得再看两根K线 看他能不能继续往上走 是吧 所以 呃 市场的变化呢 比较诡异 我们看一下SOXL 按照SOXL这个来说呢 今天是阴线应该离场啊 或者是进一步检测 因为这个是跌破趋势线之后的一个反弹小测试 然后往下跌 所以明天非常的关键 如果是大阴线的话 那就麻烦了啊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科技龙头啊 其实都在趋势线附近 或者是已经跌破一些景线为止 还在那反弹 明天啊 明天非常关键 将决定科技股的走势 那么其他的行业啊 小盘股和道指的 其实已经形成空头的架构了啊 是吧 微软的也是空头的架构啊 好 我们明天呢 再看啊 欢迎大家去观看全球的股指分析啊 成为会员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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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